大家好,我是晨晨妈 这一集呢,我们来勾这一款网格的这个沙滩包 这个包包呢,比较适合夏天 它是全部都是这种带网格的 底部呢,是这种方形的 有条件的,喜欢的也可以在里面加一层蹭布 这样呢,它的脑固性会更好 然后这个包包呢,我们是从底部开始 接着再勾这个包袋 我这里演示用的是这种八股线 勾针用的是4.5毫米的勾针 加上我们的基础工具就可以 开始起针 我们起25个锁针 25个锁针起好了 我在第一个和第25个锁针后面的里扇 在他们后面的里扇里面分别 放了一个红色的记号扣标记 接着我们再勾五个锁针起立 我们在这五个锁针的第三个锁针上 从下面往上面数一二三 也就是在最中间的这个锁针上 同样做一个标记不同颜色的 好,接着我们就开始勾这个包袋的第一圈 咱们勾针到线 我们来到这里起针的25个锁针 我们从倒数第四个锁针 红色记号扣标记这个是第25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倒数第一个 倒数第二 倒数第三 倒数第四 我们从倒数第四个锁针 也就是辫子针 从它后面的第三里面路针 勾一个长针 接着两个锁针 接着我们底下要空两针 一二 来到下一针 在它后面的第三里面路针 同样是勾一个长针 再锁两针 一个长针加两个锁针 看成是一小组的话 那这样呢 我们这里就已经勾好了两组 我们重复这个方法 空两针 在下一针 勾长针 长针勾完又锁一针 我们重复这个方法 一共要勾七组 七组勾完了 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七组 七组勾完了之后 我们这里空两针 就会来到第一针 我们起针的第一针 我们在这里勾最后一个长针 这个就是我们包底的第一圈 那么大家数一下 一共有八个格子 横着有八个格子 纵向的是一个格子 接着我们开始包底的第二圈 我们同样要勾八个锁针 我们勾八个锁针起地 然后我们在第三个和第六个锁针上 分别做好标记 八个锁针在第三针和第六针上 分别做了一个标记 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第二圈了 八个锁针起地之后 我们开始第二圈 我们来到刚才第一圈最后的这个长针的辫子里面 最后这个长针的辫子 我们穿过它这个辫子 我们在这里勾一个长针 同样锁两针 接着我们来到起针的第一针里面 起针的第一针里面 在这里面再勾一个长针 在这里面再勾一个长针 长针 长针勾完 锁两针 接着我们来到 底部的这个格子嘛 这里不是有长针吗 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这个辫子里面 我们在这里开始勾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两个锁针 这是一组 下一个长针辫子里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是第二组 我们要连续勾七组 七组勾完了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算 一组 两组 三四五六七 七组勾完了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起针的第二十五个锁针 也就是最后一针 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当时放了一个红色记号扣标记 我们在这里勾一个长针 接着五个锁针 我们还是在这个起针的第二十五针 刚才红色记号扣的这个地方 再勾一个长针 接着锁两针 接着我们来到我们这里橙色记号扣的地方 这里我们当时是五个锁针起立嘛 我们来到中间的第三个锁针 调它的外半针和理三 就是橙色记号扣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勾一个长针 接着我们勾五个锁针 接着呢 我们还是在刚才橙色记号扣的地方 再勾一个长针 锁两针 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我们又要开始一长针加两个锁针 又要开始连续勾七组 这是第一组 大家连续勾七组 这里七组勾完了 勾完之后就是这个效果 七组勾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第一个黄色记号扣的地方 引拔结束我们包底的第二圈 引拔的时候 咱们调它的外半针和理三 调两根线一起引拔 好 这是第二圈完成的效果 所以大家看到纵向呢 就是现在有三格 横向有十个格子 大家可以数一下检查一下 接着我们开始第三圈 五个锁针起立 我们同样在第三个锁针上 做个标记 接着我们在下一个黄色记号扣的地方 在这里开始勾第一个长针 同样是调外半针和理三两根线 这个长针勾完又是五个锁针 接着我们还是在刚才黄色记号扣的这个地方 再勾一个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 锁两针 接着我们往左边走 来到这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就是一组了 下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 锁两针 我们勾了两组 接着我们来到这个转弯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转弯的地方 我们都是勾五个锁针 我们找中间的第三个锁针 一二三 也就是最中心的这一针 调外半针和理三 我们在这个转角处勾 一个长针 五个锁针 还是在刚才这个五个锁针的中间 第三个锁针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勾一个长针 所以这个呢 每一次到转角勾法都相同 每次到转角都是在这五个锁针的中间 勾一个长针 五个锁针 再勾一个长针 这个长针勾完记得锁两针 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 我们勾长针 锁两针 这是一组 我们现在要依次勾过去 连续勾九组 这里呢 九组就勾完了 勾完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转角的地方 好 每次转角的地方 我们说过方法都相同 这里的五个锁针 我们找到中间第三个锁针 调外半针和理三 在这个地方勾 就是在这个地方 勾一个长针 五个锁针 然后还是在这个地方 再勾一个长针 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到这个地方来勾了 回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再锁两针 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 一个长针 锁两针 一组 再下一个长针针目 一个长针锁两针 勾了两组 两组勾完 我们又来到这个转角的地方 如果新手你怕看不出来 你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标记 在这个地方勾一个长针 在这个地方勾一个长针 就是这个地方 再锁五针 还是回到这个地方 再勾一个长针 锁两针 好 这个转角呢 我们就也勾完了 这样呢 就拐弯拐过来了 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 开始勾一个长针 锁两针 同样这个看作一组的话 我们现在也要连续一次的勾 八组勾过来 这里八组呢 我也勾完了 勾完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记号扣的地方 引拔结束我们这个包底的这一圈 这是第三圈 这一圈勾完之后 大家可以数一下 纵向数 就是数着数有五个格子 横着数有十二个格子 就没有错 好 现在我们开始 这个包底的最后一圈 第四圈 同样是五个锁针起立 接着呢 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勾一个长针 锁两针 就来到了斩角的地方 斩角的地方我们也是找 中间第三个锁针 在这个地方 勾一个长针 五个锁针 再加一个长针 再加一个长针 转角地方这个长针勾完 记得锁两针 接着来到下一个长针针目里面 勾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是第一组 我们连续勾四组 自组勾完 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转角 记得锁两针 接着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开始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把这个看成是一组的话 我们要连续勾十一组 勾十一组 勾到这边来 十一组勾完 来到了第三个转角 锁两针 接着来到下一个长针针目开始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同样连续勾四组 四组勾完 来到第四个转角 锁两针 这样的第四个转角 我们也勾好了 来到下一个长针辫子里 勾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是第一组 我们要开始连续勾九组 这里九组也勾完 勾完之后 我们就来到 一开始五个锁针 立的五个锁针的中间 第三个锁针里面 引发结束 那这个这一圈勾完之后 我们 重着 竖着锁呢 有七个格子 横着锁呢 一共有十四个格子 我们这个包包底部呢 就勾到这么大 就没有再勾了 如果你想这个包包更大一点 那你可以依照这个规律 再去加针 就是再去勾一圈 或者是两圈都可以 好 这里也是呢 就是底部只勾了四圈 接着我们就开始勾 这个包包的主体了 我们开始包包主体的第一圈 同样是五个锁针起立 来到长针的辫子里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一组 下一个长针辫子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样就得到两组 接着我们来到第一个 斩角拐弯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勾法呢 现在就有不同了 我们就不需要加针 同样我们找到中间第三个锁针 挑外半针和里三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勾一个长针 接着再勾两个锁针 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 好 大家看清楚 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辫子里面 在这里呢 勾一个长针 锁两针 这是一组 我们连续要勾六组 六组勾完了哈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是拐弯的地方 六组勾完了之后 我们就来到第二个转角 第二个转角的方法就跟前面相同了 我们在中间的第三个锁针里面 勾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 往这边拐嘛 来到下一个长针的辫子里面开始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是一组 那这里呢 我们要连续勾十三组 十三组也勾完 来到第三个直角 第三个转角 方法都相同了 也是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然后就来到 往这边拐 来到下一个长针 我们又开始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是第一组 也要连续勾六组 这里六组也勾完 来到第四个直角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好 拐过来 来到这里 下一个长针 针目上 开始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是一组 我们要连续勾十组 好 这里十组勾完 我们就来到 五个锁针 起立的第三个锁针里面 勾一个引拔针 结束包体的第一圈 接着开始第二圈 第二圈呢 那就简单了 五个锁针 起立 第二圈 咱们就不用管 什么拐弯了 就是看到长针 勾长针 长针勾完 勾锁针就可以 好 所以五个锁针 起立之后 我们来到长针的针目里面 勾长针 接着锁两针 这个就是一组 对吧 接着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我们也是勾长针 锁两针 这样就得到两组 好 再下一个长针 这就到拐弯的地方来了 也是勾长针 锁两针 然后又是下一个长针 勾长针 长针勾完锁两针 所以第二圈就很简单 看到长针勾长针 长针勾完锁两针 就顺着这个勾一圈 那么这里 五个锁针起立之后 一个长针加两个锁针 算一组的话 我们这一圈连续要勾四十组 第二圈 我们五个锁针起立之后 一个长针加两个锁针 为一组的话 这一圈还要再勾四十一组 我们说错了 要再勾四十一组 就是这样一直勾 勾到最后来的 接着我们就在中间第三个锁针里面 引拔结束这一圈 这是第二圈 那么后面的每一圈的方法 就跟第二圈是完全相同的 比如说现在第三圈 我们同样五个锁针起立之后 接着我们又是长针针目里面勾长针 长针勾完锁两针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个看成是一组的话 那我们同样是要连续勾四十一组 一直勾就会勾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又是在第三个锁针里面 引拔结束 就这样一直勾 勾到你自己需要的这个包包的深度就可以 然后我们就要勾上面的这个提手部分 这个包包勾到了自己需要的深度 我这里呢是一共勾到十六排 勾到十六排 那到了深度之后 我们现在来勾这个提手部分 这里最后引拔结束之后 咱们要再往前面引拔 引拔到这个前面来 我们顺着这里两个锁针 调它的外半针一根线 咱们勾两个引拔针 来到这个长针的地方 一个引拔针 接着继续 我们要引到这个地方来 两个锁针 勾两个引拔针 来到这个长针的地方 勾一个引拔针 从这个地方一直引到这边来 好 引到这里来之后 接着我们就开始勾这个袋子 现在是袋子的这个第一排 首先呢我们三个锁针起立 接着呢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勾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个是一组 我们要连续勾八组 这里八组勾过来了 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勾一个长针 接着我们在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勾一个两卷的长针 也就是这里的两个锁针我们就跳过了 带过前面两个线圈一次 再带过两个线圈两次 再带过两个线圈三次 一个长针一个两卷的长针 这就是第一排 接着开始第二排 三个锁针起立 我们来到反面 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这个针目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勾一个长针 锁两针 这就是一组 我们要连续勾六组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样得到了两组 这里六组勾完了 六组勾完了之后 我们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一个长针 接着我们再来到下一个长针针目里面 勾一个两卷长针 这个两个针目之间就没有锁针连接了 这是第二排 接着第三排 我们勾五个锁针 我们回到了正面 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开始勾长针 锁两针 这是一组 我们要连续的勾五组 这里五组勾完 五组勾完之后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长针的针目里 在这里勾一个长针 第三排就结束了 接着后面的勾法就跟第三排完全一样 好 我们第四排 同样五个锁针起立 我们翻过来 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里 开始勾长针 两个锁针 这是第一组 同样连续勾五组 这样的五组就勾完了 勾完了之后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勾了五个锁针 我们来到中间第三个锁 中间第三个锁针里面 我们同样调外半针和里三两根线 在这个地方勾最后一个长针 所以它的勾法跟第三排一样 这就是第四排 好 再给大家演示一排 第五排 三 四 五 同样是五个锁针起立 它就相当于一个长针 加两个锁针 接着来到下一个长针的针目 勾长针 两个锁针 这是一组 连续勾五组 这里五组也勾完 接着我们又是来到 一 二 三 第三个锁针 挑两根线 在这里勾最后一个长针 这样第五排就勾完了 好 后面我们就重复这个方法 一直去勾 勾到你自己需要的这个包带的长度 这个带子勾到了自己需要的长度 我一共勾到三十四排 现在开始第三十五排 我们三十五排要往两边加针 好 这里六个锁针起立 它就相当于一个长长针 加上两个锁针 好 我们转过来 六个锁针勾完了之后 我们来到第一个长针的针目里面 在这个地方再勾一个长针 锁两针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我们要连续勾七组 现在这个是第二组 这个第七组呢 我们就在这里五个锁针的中间第三个锁针 挑外半针和离三两根线 第七组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勾 所以在这里勾个长针 两个锁针 这样呢 就勾好了七组 七组勾完了之后 接着我们还是在这个第三个锁针的地方 我们要勾一个长长针 这样呢 第三十五排勾完 接着第三十六排最后一排 六个锁针 我们翻过来 接着我们来到 第一针 也就是上一排的这个长长针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开始勾 长针 锁两针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看成是一组 我们要连续勾九组 现在这个是第二组 接着是第三组 大家勾好九组 这里我一共勾好了八组 现在来到最后一组 第九组 第九组呢 我们这里不是有六个锁针吗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洞里面 就这样来勾 你也可以从底下锁 锁过来第四个锁针也可以 好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勾我们的第九组 也就是在这里勾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接着还是在这个六个锁针的这个洞里面 再勾一个长长针 也就是两卷的长针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全部勾完了 接着我们就开始要准备缝合针 我们要在对面找到它的位置来进行缝合 好 这个位置怎么找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整个包包的 这个三个锁针起立的地方 包体起立的地方 好 我们往右边数 一个格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九个格子 在它右边的这个长针上 做个标记 然后我们数过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十个格子 第十个格子右边的长针上 同样做个标记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这样来对应的去缝 缝之前呢 你可以再次去检查一下 看看自己有没有出错 所以接着我们这里最后这一针勾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端线 留二十几厘米长的线头 直接把这个线抽出来 穿上我们的缝合针 缝合针穿好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直接缝合就可以 从记号扣标记的这个长针这里开始 这个长针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长长针 所以我们在这个长长针这里再串一次 旁边的两侧的这两针 大家可以多走一次 接着就是这里两个锁针的地方 对面的两个锁针 第二个锁针 接着是这个长针 对应对面的长针 就采用这种卷线缝合的方式 接着是这里中间的两个长针 一针对应一针的 中间不要漏掉针数 一直缝过去 缝到这里呢 最后这里一针呢 肯定是对应这个记号扣的这一针 这里最后一针 大家记得多缝一次 缝好了之后呢 这个就可以带到里面来去 把这个线头隐藏一下 多余的线头剪掉就可以 这样的这一款网格包呢 网格的单肩包 我们就是这样全部的勾好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在里面 加一层的那个衬布 这样的这个包包呢 会更结实更耐用 好那这一集的教程 我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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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